這京城特殊輻射產局 英文堯平方反輻射飛彈 歸上角度 國慶地面全兵力預演 思宜介紹的右飆雷達車 鮮少公開出現 相較於其他常見裝備的描述 這車確實講得不多 專家看畫面 也覺得講稿說的和實體 有些搭不上 通常會放在無人的平台上面 去右片就是反輻射飛彈來攻擊 它是一個類似犧牲塔 但是因為這個東西就是 試射機密 所以沒有詳細的資料 攤開中科院的公開資料 一般右飆雷達車 會像這樣兩截式 拖車把右飆放置定點後 人員馬上離開 是讓敵軍打偏打歪的秘密武器 但現場卻又不是兩截式 或是有新科技 但國防機密不好 說太白 其中這車也是首度 在地上跑給民眾看 是我國自主研發的 天艦二型飛彈 從空射型改裝為陸射型 最大射程30到45公里 是我陸軍新型野戰防空武器系統 可以在填補 就是即將逐漸退役的 英式飛彈的空缺 一方面可以掩護部隊 這是譬如說連兵營的機動作戰的需求 提供一個防防傘 現場上百輛國軍裝備 救贖這輛默默停著不動 引人側目 閃著黃燈在一旁待命 這輛M936五噸救濟車 其實專門用來拖掉重型輪車 若不慎出狀況 可以馬上協助脫離 逢時國慶擴大閱兵 多種裝備首公開 要怎麼秀軍事肌肉 又不讓敵方看光光 平衡點確實得拿捏 TVBS新聞這麼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